这一课时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安卓下进行标准的C++开发 实际上我们在用安卓做开发的时候 多数情况下都是采用的是Java 那么我们说我们下载的Eclipse多数都是在做Java开发 很少做C++的开发 实际上我们操作系统安卓的操作系统在底层完全是纯C++开发的系统 那么它为了让用户层更加简单关注的更少 因为我们在做C++开发的时候它的难度会比Java要大一些 所以它把这个难度给降低了 就要求大家用纯的Java来开发 但很多情况下我们要开发高性能的一些程序 那么还是要选择纯C或者纯C++来开发 安卓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常用的叫GNI或者GNA 这种呢就是我们用C++编好的函数或者是类把它导出告诉给Java Java再来调用这么一种方式 那么第二种就是我们用NDK进行开发 那么NDK呢就是纯C++编写的程序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就来介绍一下如何在安卓下用纯的NDK 纯C++进行开发 不带任何的Java代码 首先呢我们要搭建起来我们这个开发环境 那么我在很久以前呢写了这样一个教程 这个教程时间有点久了 是如何搭建安卓的开发环境 那么一一给大家介绍 先我们要下载Java的SDK 然后要下载安卓的SDK 这是安卓的SDK 接下来下载我们的NDK NDK呢里面就提供了标准的C++的开发接口 然后下载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就是叫什么呢 叫Hapart Ant 我们在这呢就把所有的下载完 下载完之后呢我们再来下载一个模拟器 叫什么呢叫ProStack 下载这个模拟器 因为本身SDK里面自带了一个安卓的模拟器 但是呢它用起来的不方便 而且呢速度呢也很慢 所以建议大家下一个模拟器 不一定是这个 但是我这里面用的是这个 那么再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所有的安装起来 那么在我这个电脑里面 我把所有的都安装在这里头了 第一个是安卓的SDK 除非你不需要安装 下载下来解压之后就有这样的文件夹 第一个是Eclipse 第二个SDK 第二个是SDK的Manager 那么用这个呢我们来更新下载我们SDK的版本 接下来呢下NDK 那么我这个版本的比较老 因为最近呢 有很多人在看了这个博客以后 我这里面有个博客 是纯的世界家开发 在问代码呢我也找不到了 索性在这里面呢就给它建立起来 那么当我在建立这个NDK的时候 发现一个问题 现在我这个网下载不了这个NDK 或者是连安卓的这个网也打开 我就在其他的地方下载一些 下载的就是NDK28 再接下来就是这个Hunt 这三个接下来就是我们的Java的SDK Java SK我装的地盘 那么现在呢全部准备好以后 这里面所有的我提到的 只有JDK是一步一步进行安装的 其他的都是解压后就可以使用了 这里面呢 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解压是避免最好 不让我们这个目录里空格 或者有汉字 那否则呢我们会遇到一些麻烦 然后就要配置我们的环境变量 那么看一下我的这个环境变量 我是温七六十四位的 那么我下载的这个JavaSDK 它是三四二位的 当然你也可以下六十四位的 首先Android Home 这个呢就是我们SDK的目录 就是它这个位置 就是它的根目录 接下来是Android NDKRoot NDK的根目录 在哪呢 这是它的根目录 再往下是Anthome 然后再往下就是我的Java Java里面有两个 一个Java Home 还有Java的GIE Java Home呢 就是Java的开发环境 JIE就是运行时 这两个 这些配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Java的开发 那么我这里面呢 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了 我先把这个工程关掉 一步一步教大家如何做 那么当然现在呢 我们在编写安卓的程序 它不一定要用这个Eclipse 现在用VS2015也办得到 OK 那么我们把这个Eclipse打开 这个呢 是我默认的工程目录 好了 建起来了 建起来的默认的 把这个工程都加在前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这些工程的全部去掉 来一步一步的给大家讲解 并且告诉大家 你在用的时候 会出现哪些问题 那么这些呢 都是一个坑 这些坑呢 该怎么样去把它解除掉 当然我这个删除呢 它并没有完全的删除 只是把工程 从这个里面移除掉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建立一个Android的项目 那么当然 如果我们在学习过当中 那我建议大家 不需要自己建立 实际上 在我们的NDK下面 大家看一下 在NDK 不是STK 在NDK里面有个ZAMPL ZAMPL里面有个叫Nivet Activity 这个呢 就是我们 NDK里面 自带的一个 如何用纯的 C++编写代码的一个工程 这个呢 是基因爱 这两个基因爱 是通过基因爱 来调用OpenGR 这个就是原始的 标准的C++ 来调用 直接C++ 来搬成一个 安卓的应用程序 那么实际上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它 直接Open 叫什么 叫导入 导入已存在的 安卓Code 到工作空间 下一步 这里面呢 我们就查找 我们要导入的内容 那么我呢 装在C盘的 安卓下面 NDK SAMPL 下面有个Nivet Activity 确定 这样的话 我们点Finish 就导入了一个 纯C++ 编写的 一个 安卓的应用程序 那我们看 这里面跟 普通的 其实区别不大 只是它没有界面 那后面呢 我们再给它演示 如何自己来建一个 这样的程序 主要看哪里呢 看这里 这里面和我们 普通的这个应用程序 不同 多了一个这个 多了一个文件 多了一个文件 主要看这个C文件 这个C文件 从入口开始看 那么大家注意 当我打开这个以后 打开它以后 实际上这里面 你是没法编译的 因为我们当前这个程序 只能编译加瓦 你是编不了C++的 那这出来 你现在基本上 即使你run 就是没有办法运行的 那怎么办呢 首先在 Windows这个选项里面 有一个 最后一个菜单 叫Preference 这里面 这里面的点开安卓 点开安卓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个NDK 这一个选项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需要下载一个插件 那么到网上 能插得到这个插件 叫NDK的插件 放到这个Plugin 大概在哪里呢 我也是今天才发现的 在这个 这个版本 确实就没有这个插件 其他的版本里有 高一点的版本里有 放在这里头了 Eclipse 叫Plugin 那我们来看一下修改日期 是今天的 那么就这个 叫 comandroidide Eclipse NDK 23.2 就这个文件 到网上呢 是查得到 直接搜这个名字 就搞定了 那么 搞定以后 我们在这个里面 就看得到这个选项 否则是没有这个选项 然后这里面 我们要选择 我们NDK的位置 NDK的位置 选择好之后 点应用保存 因为我这里 已经配置好了 所以不用管它了 配它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因为在NDK里面 提供了C++的编译 用C++ 来编译我们的程序 那里面有C++的编译器 这一步做完之后 实际我们点开之后 你还是没有办法编译的 怎么办呢 还需要做这样一个工作 在这里面会有一个叫 Android Tools 这里面 就 干什么呢 要增加一个支持 这个应该是已经 这已经增加过了 那怎么办呢 切换一下这里面 点这个加号 点这个加号 切换到C++这个选项 因为我们这里 已经有了 切换到这个C++ 那么给它拖过来 给它看一下 切换到这个选项来 点这 切换到这个C++ 同一个选项 点这以后 大家看 这里面 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没有Build和Clear 怎么办呢 在这里面 就给它加上 安卓的支持 这里面加上 安卓的 就加什么呢 加NDP的支持 那么因为我们这里 已经支持了 所以没有这个选项 那等一会儿 我们自己建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好了 有了这个选项以后 我们再干什么呢 叫Build Build这个工程 Build这个工程 实际是编 这个Build只是编译 我们的C加加代码 然后再接下来 Run S 因为我们是Java Java它是不需要干什么 它不需要编译 直接就可以运行 是吧 那我们看 选模拟器 但如果你第一次没有 怎么办呢 如果你第一次没有 在这里面 也是点这一下 选DDMS 确定 切换到这个Table页上来 出来之后 你最开始看到 这里是没有东西的 这里是没有东西的 那么点哪里呢 点这里 点ViewMenu 点这 点这 点哪一个呢 点ResetDB 点这个 点这个 我们这里怎么样了 失败了 失败没关系 再来一道 那有可能是我们这个 已经启动起来了 我把Eclipse关掉 重来一道 好了 同样我选这里的 有点慢 如果它再不出来 你只有把这个模拟器关掉 这个模拟器关掉 重新启动这个模拟器 我把这里面给它退掉 先切到我的这个加法上来 我们把这个重启一下 然后再点这个选项 有点慢 我们要等一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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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这个机器呢 没那么好 而且这里面还在有录制程序 所以它性能的就比我们其他的机器 就差那么一点 还没出来 这样我们回来吧 回来继续 等一会儿就出来了 我们先讲解代码 讲解代码呢 我们先切到这个C++选项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基本上是没有 不是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加代码 那么我们从哪里看呢 从这里 我们再写标准的这个C++代码 都有函数叫面函数 而在安卓开发里面 这个入口函数叫什么呢 叫Androidman 是它的入口 那么它的参数呢 叫AndroidAppState 传进来一个当前应用的一个APP 实际上 也就是说当我们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这个Android已经 Android的操作系统已经帮我们 拥了这样一个实例 三个前的应用 下面 这个呢 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 这个结构体 就是它 里面呢 有哪些东西呢 AndroidApp 叫SageManager 还有一个Sensor 还有一个叫什么 SensorEvent Crit 对列 下面呢 是EGR的东西了 那么这个呢 就跟我们之前课程说的EGR一样了 创建 那么有一些不同 我们先看 Init里面 前面呢 都是一样的 前面都是一样的 只有在这里面不一样 需要增加这么一句话 我们得到了这个格式码以后 要将这个格式码 告诉给我们 Android A AndroidNavit Windows SetBuffer Gimmery 这告诉我们 安卓的窗口的 创建这个窗口的格式 接下来的 完全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啊 Make Curray 这些都是一样的 然后 召唤数 召唤数 里面呢 它每一次呢 清空了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呢 就是我们 在这个里面 保存了个state state state 就这个变量 实际上呢 就这 再往下 结束掉 结束掉就干什么呢 销毁我们的EGL 这个也不用介绍了 最后 这个是我们的 干什么呢 我们要处理的事件 输入输出事件 在Windows里面 有消息队列 那么安卓里面 一样 就是读过 它的名称 和应用方式呢 有些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叫 什么呢 叫 Engine Handle Command 那我们看这个 这个呢 就是我们安卓的 消息处理函数 我们看一下 怎样交给我们的 安卓 在这开始 首先 这句话 注意 这声明个变量 我们已经说了 这句话 Makeshaw 加 UE 就保证 掉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哪里来呢 这个函数 就是在我们 这个投文件里 这个投文件呢 就提供了我们 这个本地化 或者叫原始的窗口 Leave it 就原始的 原始的C++操作的 这个Activity 也是我们的界面 或者窗口 的一个操作 就包含这个投文件 就相当 我们包含Windows 投文件一样 这句话呢 就保证我们会 这个函数呢 就是我们的 这个投文件里面 掉用的啊 就保证这个库 不会被优化掉 那么在哪里有呢 在这里面 就引入库了 这个时候 要给大家说了 在GNI 在这个Android 点Make 大家 首先呢 这是我们生成的 模块名称 是个SO 下面的原文件 这个呢 是我引入的一些库 Log 日志 Android EGL 还有这个GRE SV1 Steady库 就是这个 Android Navid APP 既然有意 这个干什么呢 引入这个静态库以后 那么为了能够调用 让它引入 引入的目的就是 直接通过我们的 C++ 叫我们的 Android 面材数 而不是叫 Java 入口 回来 再看我们这个C 这里面有两个材数 一个叫什么呢 State里面 注意 USER 当年已经 APP 这个是我们 这里面的一个结构体 叫Android APP里带的 回调函数 命令函数 input的函数 这么两个 这就像我们 在Windows里面 注册窗口 那时候传了一个 什么呢 叫Windows PROC 函数一样 那么这里有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呢 input事件 第二个是命令 在这个安卓的 NimitAPP JRUE 这个同文件里 然后 这个State 是哪来的呢 这里来的啊 给这个复值 复值以后 那么我们的 安卓有了命令 和输入事件 才会调到我们的 这两个材数来 接下来 这个是我们自己保留的 得到一个 这个Size的Manage 得到一个Size的加速器 就得到了一个对列 或者就创建了一个对列 创建对列干什么呢 就像我们消息对列一样 创建然后里面有消息 就有消息循环 接下来 这个Wire2 就跟我们正常的 消息循环一样 获取消息 有消息呢 我们就干什么呢 处理消息 没有消息干什么呢 哗啦哗啦 这个呢就是 我们的标准的安卓程序啊 OK 那么我们解释到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DBMS 加起了没有 还没加起来 不错了吗 我们来执行一下 它会找 先build我们的C++ 然后run Handroid App 这个还没找到 没找到 它应该 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 这个就不用创建 还是要等 把这个加起来啊 加不起来 基本上 我们用不到这个设备的 不知道为什么的 就出了问题 这样 我先帮 Sie 如果还不行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重启我的这个操作系统 还是没有找到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能要重启操作系统了 因为有可能我这个用的时间久了 他这确实没有跟这个这个这个关联到一起 这个呢就是我做的一个测试 那我们没找到 等一下吧 这个呢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 如何搭建的这个标准的C++的安卓程序 没有掉加网 那么另外 有人说你现在用的是谁呢 用了别人自带的 那么我们自己建工程需要注意哪些呢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自己建一个 我们来建一个 我们自己建一个测试程序 三个腰吧 其他的继续不管 这里面就不要再创建这个了 不需要了 这个也不需要了 直接点完成 完成以后 这里面就涉及到刚刚我说的 大家看 要增加 这里面叫什么呢 add support或者叫就这 add ndk的manager support 这样就加上了我们ndk的一个支持 那么在这个里面 那么在这个里面 没有看到 切换到C++ 这里就下面 叫add ndk的support 就增加我们这个ndk的支持 那么它呢会产生一个酷 默认就可以了 产生之后我们看 这里面就增加了一个叫什么呢 这个文件 实际里面什么都没有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你在这个里面 要修改这个文件 还要增加 这个内容 因为又有manager对吧 那么建议你直接把这两个 给它拷贝过来就可以了 把这两个 所以这三个 android.make 因为这个make里面 当然你给自己写也可以 但实际上你还要增加一些酷 就这些酷 加上 那么最简单的办法 就把这三个 全部拷过来 直接拿过来用 拷贝到哪里呢 拷贝到我们刚刚的这个程序下面 拷贝到这里 然后 再做一件事 做什么呢 这 叫android manifest 这个文件是一定要修改 否则你的这个程式 运用不起来的 这里面怎么改呢 这些呢 可以留着 那么我们参考谁呢 参考这个 实际上 你也可以把这个文件全部拿过来 主要是这里 要建一个activity 这个名字一定必须是它 不能变 变了是不可以的 其他的可以不管 就这是不能变的 那么建议大家 你直接把它拷过来 一模一样拿过来就用就行了 其他的可以不变 确定 然后 再把刚刚的这几个通文件拷贝过来 到这个里面 把它放到这个里面 全部给它覆盖掉 然后再进行编译 build 这里面有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 这个工程名称 这里要改一下 在这个里面 默认的是生成的这个名字 我们要用什么paste111 就是这个 其他的就可以不动 然后 然后 你把wrong ads 还没加起来啊 还没找到这个设备 但你可以建一个设备 这里可以选 选的这个很慢 我就不给大家建了啊 实际上当然可以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到这儿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完 如何在安卓下 用纯的C++进行开发 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方式 那就是用VS2015 VS2015里面 已经支持了对苹果 对安卓的一些开发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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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